對於威脅感 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太大的感覺 就是我講我的 他們講他們的 有點像跟阿嬤聊天 有點像跟阿嬤聊天 男涵兩啦啦隊女生 空講PS 群群人無威脅 想跟阿嬤聊天 球團被問零箱條款全說了 白萬象米咬瘋啦 中新秀第19號公布 新賽季啦啦隊的全新陣容 加盟兩位韓吉超強外援 李丹菲solo辣跳drama 編合綠也不遑多讓大秀無忌 對於威脅感 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能 因為 那個 不同界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這種 就是競爭的感覺 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就是看著PS越來越壯大 全區區都是什麼跟河綠會發生溝通的 呃 就是 我講我的 他們講他們的 有點像跟阿嬤聊天 沒有 但是因為他們就是 會聽得懂一些簡單的 然後如果說是用打字的話 他們是可以 正常聊天 然後因為我知道那個 河綠非常喜歡蠻比小新 所以我現在就是 在路上只要看到蠻比小新的東西 我就會一直拍照給他 我剛才來的 我來的 我來的 但是我來的 我來的 但是我還不適合 但是我還不適合 所以我還不適合 我還不適合 還有 我想要去洋餐厅 我都不想吃 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的 我今次吃過的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而她對人氣啦啦隊女神林鄉 日前從樂天桃園跳槽成為小龍女 據傳樂天祭出林鄉挑款 規定女孩離隊一年內後 不得跳槽到別團 否則要付百萬違約金 TS今年是第11年 我們從來都沒有改過我們的合約 他們熱愛這支球隊 所以才會加入我們的行列 所以我們也不會因為 這樣的任何的改變 而去特別修改我們的條款 但是唯一一條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在中途有發生 法運的事情一定要告知 因為我們不希望有造成 任何安全上的疑慮